这次国股推介是海信家电921经济部投资热化组 简选原因是美国减息时间点有变 重新检视稳守突击策略 投资者可以留意受惠政策推动的板块 受息口去向影响较低 包括具出口概念和旺归来临的家电股海信家电 公司产销白家电产品为主 国务院早前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提到实施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 当中家电是重要范畴之一 银河政策认为 随着未来阔内需速消费政策逐步发力 叠加海外逐步去腹全化 出口改善趋势延续 家电行业的景气度有望持续改善 海信家电今年以来 沿着星轨反复向上 今个星期则52周高 见过28.1毫半 策略上可以等候前顶26元水平吸纳 中线参考大行 平均目标价32元 跌穿上升轨大约23元就减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淀柚 黄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